1979年8月12日深夜 美国加州都布林市郊外的麦当劳正在正常营业 都布林市是个只有三万多人的小城市 餐厅又在郊外 因此夜间基本没有顾客 就在店员汉克斯正在抱着绝恨般的摸鱼的时候 门轴的声音响起 汉克斯头都不抬的说了一句 欢迎光临 一个低沉的女生说 给我一大杯可乐还有双层汉堡 汉克斯抬起头愣住了 眼前这位女顾客的打扮着实让人震惊 这位大姐看起来武士出头 长相看不真切 但汉克斯很确信的是 她穿的是橘色的球服 赶在美国职业班 汉克斯也不是一般战士 她神色不变的把汉堡交给了这位大姐 看到了大姐手上在流血 汉克斯还递上了一叠纸巾 对于汉克斯的贴心 女人笑了笑说 谢谢 刚才翻墙的时候 铁丝网上的倒刺有点多 此时汉克斯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她乍着胆子问了一句 女士 您因为什么坐牢 女人潇洒的说 唉 也没啥大事 就是给了总统两枪 1930年 沙拉·简卡恩 出生在美国弗金亚洲的一个标准的通事家庭里 她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工程师 作为德国移民 沙拉的家庭是一个标准的中产家庭 全家人都谦逊礼貌 如钟表般严谨的生活 直到沙拉出生之前 卡恩家族在本地的评价都很高 但沙拉改变了这一切 自从沙拉上学之后 无论是她的同学老师还是社区邻居 都对她有一个共同的评价 她比较古怪 沙拉所谓的古怪并不体现在智力上 事实上 沙拉是个相当聪明的孩子 她学习成绩极好 小学连跳两极 还擅长小提琴 芭蕾舞 歌剧等一系列特长 属于马西埃看了只刺牙的小作题家 但是 大家之所以认为她古怪 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 沙拉的情商与智商是完全的负相关 在别人看来 沙拉是个以自我为中心到了病态的人 她十分可求别人的关注 却又不屑于和人交往 属于要饭都得让人求着吃的那种人 无论别人帮她做什么 她都不会说声谢谢 如果她和别人说话 则基本都是毫无边际的吹牛 什么家里祖上的德国皇后 自己跟欧洲贵族有书信往来等等 与她相比 隆音都算是谦虚谨慎的 体现在行为上 就是沙拉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比如在姐姐的生日聚会上 沙拉强行要求 所有的来宾 必须在看完自己的小提琴表演后 才能吃蛋糕 气得姐姐直接把她赶了出去 几年以后 沙拉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就基本定性了 这就是个无症状精神病 没有任何人愿意与她做朋友 1947年 高中毕业的沙拉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去学医 在40年代的美国 女医生是极其少有的 父母结力劝阻沙拉无效 最终父亲决定曲线救国 让沙拉去读过护理学校 毕竟护士也算是半个大夫不是 对于这个计划 沙拉同意了 然后一年以后她就不念了 没有什么理由 就直接辍学回家 乌克奈何的父母 实在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终他们决定了学学规矩 送去当兵吧 1949年 沙拉成功参军 成为了女子陆军的一名二等兵 在部队里 沙拉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很快精通了各种军事技能 文化考试也成绩有益 此时她上级还没有参透沙拉的本质 觉得这种人才必须培养 因此 果断推荐沙拉参加了 候选军官培训班 只要通过了培训 你就是军官了呀 兵挺身一刀一枪 搏个丰富因子 岂不快哉 然后上级就后悔了 因为在培训阶段 沙拉晕倒了 按说晕倒不算啥大事 但问题是 沙拉晕倒的地方叫白宫草坪 1950年春季 沙拉抱了个旅行团 去白宫参观 然后在参观过程中 公然脱队 独自走到了白宫草坪上 在一众特工的注视下 晕倒了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 特勤局特工们如临大敌 在以战术队形 包围沙拉后 沙拉醒了 醒了后的沙拉声称 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她失忆了 一脸懵逼的特工们 把沙拉送到了医院 在对她进行检查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在沙拉的内衣上 挂满了她的自拍照 在场的特工和医生们 立刻得出了结论 这不是叹气双 我能整出来的活 这姑娘应该是疯了 本着负责到底的精神 特工们决定 寻找沙拉的家人 沙拉的母亲露丝 得到消息后 赶忙到了华盛顿 看到女儿后 老太太差点也晕过去 因为在沙拉病床前 有个男人 这个男人说 自己是沙拉的丈夫 在经过混乱的对话之后 沙拉的丈夫安德森 终于搞清楚了 原来自己号称 父母双亡的老婆 还有一对大个蝴蝶吗 而沙拉的母亲露丝 更是震惊地知道了 原来沙拉背着家里结婚了 知道真相的安德森 坚决地提出了离婚 她无法忍受这样的欺骗 而沙拉的部队 在搞清了这一切后 也坚决要求沙拉退伍 你这究竟是有什么大病 你的脑子是进过水游过鱼 还是跳过蛤蟆蹦过驴 令人欣慰的是 离婚家事业的双重打击 并没有击倒沙拉 仅仅两个月后 她就重夺了爱情 150年11月 她嫁给了彼此一大17岁的 空军上尉西德尼摩尔 第二次结婚后 沙拉正长了一段时间 陆续生下三个孩子 然而几年以后 沙拉就因为家庭矛盾 和摩尔离婚了 经过父母的调节 俩人重新复婚 然后在1955年再次离婚 当沙拉的母亲 再次尝试调解时 摩尔替斯横的对表示 您的女儿 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 时不时就问我叫大郎 我虽然人生在世不称义 但我暂时还想在世的 您老就放过我吧 沙拉第三次离婚后 母亲路斯忧心忡忡地 回了老家 除了担心女儿外 还担心三个孙辈 过得好不好 1956年底 路斯接到沙拉的电话 女儿在电话里 沮丧地说自己太累了 想带着孩子回老家住一阵 对于这种要求 路斯整腾拒绝 赶快收拾屋子 跟老伴去机场接人 可是在飞机降落后 老两口看到自己的几个孙辈 从飞机走了出来 可就是没见到沙拉 路斯两口都震惊了 他们确信 通过打电话联系沙拉 屡屡碰壁后终于明白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甩锅 沙拉是把孩子 甩给咱们自己跑了 那么沙拉在接下来 又干了什么呢 答 她又结婚了 而且这次的对象 是一个名人 在甩掉孩子后 沙拉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春 她来到了洛杉矶 在好莱坞的一家 应聘工作室找到了工作 并且在这里 认识了好莱坞著名调音师 约翰·奥尔伯格 奇奇约翰·奥尔伯格 可能大家没听说过 但她是当年 好莱坞的顶级调音师 曾经产出过一些 比较知名的作品 比如《公民凯恩》 奥尔伯格本人 获得过十次奥斯卡基名 见到奥尔伯格后 沙拉当时就决定 这个比我爹大两岁的男人 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宝贝了 确定目标后 沙拉开始频繁 向约翰暗松秋波 已经68的奥尔伯格 哪见过这个 很快就被沙拉征服 1965年 两人高调结婚 沙拉的父母并没有参加婚礼 我管你叫爸就行 对于这场婚姻 奥尔伯格非常欣慰 很快就在没有外人帮忙的情况下 让沙拉怀孕了 然后沙拉要求离婚了 对于离婚的原因 沙拉也没解释太多 没什么原因 你适合更好的 但不适合我这种最好的 奥尔伯格苦求不过 最终只能在付出一大笔 育儿经费后 与沙拉离婚 第四次离婚后 沙拉跑到了旧金山 在这里 她又慷慨地展示了 自己的社交技能 给旧金山的邻居们 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 多年以后 沙拉的邻居维恩太太 曾经回忆到 沙拉长得很漂亮 颇有魅力 就是太目中无人 她闯入我的生活 好像我除了听她说话外 没有事可做 某天早晨 她出现在我的门口 不假思索地 参加我的日程安排 走进我的厨房 不停地聊天 直到我去看医生迟道 我不得不可地扔出去 除了自己 她根本不关心任何人 没过多久 沙拉就成为了 旧金山有名的社恐分子 又结婚了 1967年在一次聚会上 沙拉遇到了 刚刚离婚的维拉德·卡德尔 俩儿一见钟情 再次结婚 应该说 卡德尔是个难得的好男人 对于非亲生的儿子 视若己出 深圣跟孩子的亲爹表示 不用再给抚养费 我可以把孩子养大病教育好 见到丈夫如此慷慨 沙拉果断地跟丈夫说 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 那孩子给你 咱俩离婚吧 沙拉说的这句话 把卡德尔的CPU都干扫了 经过漫长的离婚送送 最终俩人于1972年离婚 当然孩子没有判给卡德尔 第五次离婚后 沙拉略显复杂的感情之路 告一段落 因为在这个时候 她要发力新赛道了 坦率地说 虽然沙拉的感情之路 有些坎坷 可是结合当年的 美国时代背景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在沙拉成长的年代 正是美国保守思想和激进思想 积累交锋的时代 那种迫不生机 玩无警发的境界 有在眼前 而在6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中 沙拉已经属于 破坏力最低的一群人了 在第二次离婚之后 沙拉进入了加州大学学习会计 而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大学生 沙拉根本来都不是一个level 不配给人白头 在50年代的雄贵捣局之后 60年代的美国青年们 致力于挑战权威 各种集会辩论成为日常 经常走上街头表达意见 在校园里 美式新走派不断崛起 学生们普遍主张 反战反权威的思想 总之 那个年代的美国校园 是个人均反贼的年代 而在这个环境中的沙拉 势必也要受到影响 在加州大学期间 沙拉就主动要求 加入了一个地下读书会 由于她的军事履历 很快就被接纳 但是在美国 有激进团体的地方 便也就有美式常委 在沙拉进入的团体里 早就有了FBI的内线 因此沙拉刚刚一进组织 FBI就上门了 60年代的FBI 还是爱德加胡佛掌权的年代 FBI上门后 直接对沙拉表示 局长托给您带个话 只要您能够投降FBI 我就保证您能够活到死 面对FBI的威胁 沙拉怂了 在美国 爱德加胡佛的威名 无人不小 人人都知道 那是个路过狗的山尔光 鸡蛋抓着摇散黄 蚯蚓竖着切两半 飞行走兽毛把光的人物 那是别人身上闻撒旦 撒旦身上闻个他呀 FBI一威胁 沙拉当时就怂了 把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交代了 其实按说这事就完了 沙拉的那个读书会中 也不算什么核心成员 你不让人家加入 人家退出就得了呗 但当年的FBI实在过于确责 见到沙拉如此胆小 他们决定得寸进尺 要求沙拉继续在组织中潜伏 充当内线 给自己提供情报 要知道 当年的美国左派 可不是现代白裸 手上沾写的团体比比皆是 沙拉一方面害怕 卧底身份暴露 另一方面也怕 FBI把他竖着切两半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开始了卧底生涯 其实对于FBI来说 沙拉只不过是 无数线人中不起眼的一个而已 胡胡说当然不可能知道他 FBI对他的要求也不高 就是定期报告下 小团体的动态 看看有没有人 要组织游行罢课而已 但是 就这样的KPI 沙拉也很难完成 由于他的射统特性 赶快就被各个学生团体 集体排挤 根本没人把什么信息分享给他 但沙拉又偏偏要求关注 所以 每次给FBI上交的报告里 都充满了大量的 自我感觉良好的主观益色 根本没有价值 此时FBI还不知道 沙拉的威名 以为报告写的如此烂 是沙拉在敷衍 所以就时尚吓不他 再把这种废话交上来 信不信我们弄死你 在FBI的威胁下 沙拉更害怕了 时间来到了1974年2月 著名的帕蒂·赫斯特网架案发生 本身非无利用的原则 FBI要求沙拉 进入一个名为 People in Need的团体中 充当卧椅 看看有没有 共生解放军的成员在里面 所谓共生解放军 是一个在当年的美国 贺贺有名的极左组织 在众多的左派团体中 有人造反靠文笔 有人造反靠物理 共生解放军 就是这样一群主张 纯粹物理性批判的 城市游击队 热衷于绑票 抢劫等线下团件 而赫斯特绑架案 就是他们最出名的行动 帕蒂·赫斯特 是美国出版大亨 威廉·赫斯特的孙女 1974年 上大二的帕蒂 被共生解放军绑架 起初他们是打算用帕蒂 来交换两个在狱中的成员 遭到警方拒绝后 共生解放军退了一步 继着要求赫斯特家族出钱赎人 不过这个钱不是给他们的 而是要求赫斯特家族 为加州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70美元的食物 也算是一种物理上的逼捐吧 帕蒂的老爹计算了一下 要达到共生解放军的要求 至少也需要4亿美元 他没有这么多钱 可是为了救孩子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帕蒂的父亲借了笔贷款 组织了一个叫做 People in Needs的组织 简称PIN 奴隶筹款购买食品发放 希望可诚意换回女儿 对于这件事 FBI高度关注 他们从芝加哥调来了资深探员 查尔斯·贝茨潜入了PIN 为了帮助贝茨 也让沙拉进入了组织 配合贝茨搜集情报 多年以后 贝茨回想起这段潜伏经历 依然认为 这是自己职业生涯中 最黑暗的一夜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 他真正见识到了 什么叫社交恐怖分子 在沙拉刚进入PIN总部的时候 大厅里集合了 知名的社会传体负责人 但沙拉一进门就认为 必须迅速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作为一个卧底 他一进门就对着众人大喊 我是上帝派来帮忙的 对于这位天使 PIN不敢怠慢 在简单了解一下以后 他们发现沙拉拥有会计资格证 因此领导给了他一份工作 让他当财务书记员 大概就是个记账的活 每天记录一下 购买了多少食品 发放给了哪些人等等 然而在沙拉听来 这像任命变成了另一个意思 什么叫做财务书记员 这不就是首席财务官吗 这不是CFO吗 这是高管呀 这必须得体现一下高管的存在感呀 从沙拉一进入组织后 PIN的成员们就意识到 噩梦来了 在办公室里 如果沙拉心情好 他就会到处找人聊天 根本不管对方的工作有多忙 如果他心情不好 他就会另起电话尖叫 一整天都会对着电话大喊 比如什么 我很忙你不要骚扰 我正在拯救生命 你赶快滚蛋等等 同事们实在忍无可忍 切断了电话线 但沙拉依旧如此 这时候大家才明白 根本没人给他打电话 他完全是在单方面输出 而最糟糕的是 只要有新闻媒体过来采访 沙拉都能立刻以 前进私的速度出现 把所有人挤走 单独接受采访 而且讲的话随心所欲 相关的不相关的都敢说 到了这一步 本来一直在潜伏的贝茨探员 实在坐不住了 本来他是打坐 溜溜的镜曹营 一言不发长见识的 但是为了任务 贝茨找来沙拉 告诉他 自己就是他的上级 并且婉转地提醒他 让你来 是来搜集情报的 不是为了把人家的组织 搅和黄的 在后来 贝茨十分后悔 自己的婉转 因为在沙拉的理解中 自己的话 完全变了个意思 沙拉认为 我也知道你们对我心动 我也看出了你的欲情故纵 我也的确是才华出众 哎 有魅力真是让人头痛 单独找我谈话 不就是为了表示 对我的支持吗 放心吧 我会更努力的 从此以后 他在组织里更加致冷 在总负责人梅兹先生 带了几个人过来查账 就在几个人站在查账本时 一声尖叫响彻了整个办公室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都我账本的 就在大伙愣住的时候 沙拉闪现过来 一把抢过账本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动这些账本 如果有任何检查 都必须由我亲自来做 你们不准碰 现在滚出我的房间 马上 对下梅兹先生也被激怒了 你算老几啊你 他喊来两个壮汉 把沙拉架了出去 并且明确表示 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 马上离开 在被嫁出去的过程中 沙拉依然尖叫着抗议 我是首席会计师 这里没人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就是一群白痴 是你们需要我留在这里 放开我 我要见市长 我要见市长 贝斯探员全程围观了这场闹剧 他把脸深深的埋进了手掌 究竟是哪个天才 把沙拉招来当现任的 上报吧要不 是不是可可我卧迪 把他招进来的呀 然而 就在贝斯无可奈何的时候 他的任务却意外结束了 因为这场震惊美国的 赫斯特绑架案 居然以一种 谁都没想到的方式结束了 好消息是 赫斯特小姐没有被撕票 她安全了 而坏消息是 人们之所以发现 赫斯特小姐是安全的 是因为1974年4月 旧金山的一家银行遭遇抢劫 银行监控 拍下了一女两男三病劫匪 而冷头的女孩 就是帕蒂赫斯特小姐 也不当人质了 也加入绑匪了 对于这个结果 FBI也非常无语 1974年10月 贝斯探员的任务正式结束 在离行之前 贝斯正式给上级打了个报告 我郑重的提议 把那个叫沙拉的大姐放声吧 把她踢出FBI 就是她对FBI最大的共享 对沙拉的行为 早有耳闻的FBI 听取了贝斯的建议 由于沙拉的这种设恐特性 极度嫌弃的FBI 甚至都没有正式通知沙拉 她已经不用再当线人了 而是直接中断了 与沙拉的一切联系 这是一个 后来让FBI后悔的 直辞牙的决定 慌了的原因是 联想起之前FBI 与自己的交往 过去连我的工作没有成绩 他们都威胁要整自我 现在我的工作毫无结果 他们却不理我了 为什么 苦思多日后 沙拉决定找PIN中的 另一位成员 杰克逊先生倾诉 对于沙拉的倾诉 杰克逊是一个字都懒得听 打着哈哈就过去了 然后杰克逊死了 1975年6月8日早上 杰克逊在自家门口 被两名枪手投击 当上死亡 其实这件事的凶手 是另一个极左组织 与沙拉毫无关系 但经过沙拉的脑补 她得出了一个 显而易见的结论 FBI要灭我的口 得出这个可怕的结论后 沙拉吓傻了 我二十不浪三十浪 我四十正在浪头上 我还没活够啊 我不想死啊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 沙拉也开始了自己的误导 如何在FBI的威胁下 保住性命呢 沙拉在复盘过往经典案例 沉淀行业头部打法 串联深耕思想模型 打通引爆关键路径后 最终得出结论 我应该弄死总统 这听起来是个 完全无厘头的事情 但沙拉看来 这是个逻辑自洽的决定 首先 当时的总统 美代宗福特 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 完全没有经历过选举的总统 他的副总统和总统地位 都是地补和任命得来的 因此被称为意外总统 福特的总统根基不稳 他死了 政坛必然陷入混乱 其次 福特的副总统 就是那位把莫里斯伯格 派到美洲的 纳尔逊洛克菲勒 作为美国政坛著名的老风流 纳尔逊在美国政坛 一直以老麦温和而闻名 如果纳尔逊接班 那势必会美食其路 天下英雄共主旨 天下大乱之后 FBI就顾不上我了吧 那我随便再跑个几年 不就安全了吗 计划通呀 但后世的人 知道沙拉这个逻辑后 大家集体沉默了 这就好比说 我挑起全球核大战 只为了下个月 不换玛与花卫一样 你说你有这个格局 干的啥不好 朵轮手枪和300发子弹 开始练齐射击 很快重拾了当年的手感 进而他开始寻找时机 准备给福特总统一次抬威 而福特此时可能也是死催的 当年9月 他就在加州有一个长行程 当你了解过 1975年9月福特总统的经历后 相信谁都会感叹 梅黛宗福特 他是个苦命人的 在美国 刺杀总统并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 但是能在同一个月份 在同一个州里 被两个女人刺杀两次 也只有福特一个人 当莎拉得知福特的行程后 他开始了几罗秘乎的准备 然而莎拉昨晚也没想到 搞刺杀这件事 居然还能被人截胡 1975年9月5日上午 福特在萨克拉门托的 加州议会大厦门口 对围观群众招手 此时在人群中 一名女子突然掏出手枪 发动了投机 这名女枪手名叫利奈特弗摩 是美国著名邪教组织 曼森家族的成员 遗憾的是 这些搞邪教的 对物理手段显然不甚精通 在利奈特掏出手枪后 他的枪居然卡壳了 在狂扣扳机之后 利奈特无法接受 枪支卡壳的赤石 只能对着枪支做法 他一边扣扳机一边大喊 他不会压活 他不会压活 直到这时候 特勤局的贩毒们才反应过来 其实此时利奈特已经没有威胁 但总统身边的保镖第一反应 就是薅着总统的脖领子 就往大楼里跑 福特总统年轻的时候是个运动员 身高1米83 体重180多斤 危机时刻 保镖根本抱不动他 只能拽着脖领子就往前猛中 可是福特总统根本没反应过来 又被拽走 瞬间失去了平衡 上身被拽着脖领子 下半身居然就这么被拖着走了100多米 拖行了100多米后 老总统都快背够气去了 不停地跟保镖喊 放我下来 快点放我下来 又一片混乱后 福特总算被放了下来 简单整理后 继续跟加州州长会晤了30分钟 州长也努力地不让自己注意到 总统已经被拽歪的搏领了 按说发生这么一起事件后 总统就应该赶快回华盛顿了 他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总统 福特觉得 区区小贼合足挂齿 美国总统在一个月内 遭遇两次刺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已经遭遇过一次了 所以我是安全的 所有行程不变 咱们继续 1975年9月21日 福特如期抵达旧金山 然而在此时 莎拉却并没有去刺杀福特 因为他被捕了 在总统到达之后 警察加大了巡逻力度 然后莎拉就因为 携带枪支坐车而被发现了 警察很快把他抓了起来 然而 进了橘子的莎拉 流泪对警察表示 我一个单身女性 购买枪支自卫很合理吧 随身携带113发子弹 也是必要的自卫需要啊 警察一想也是 在扣押了莎拉的枪支弹药后 叫一叫一就把他给放了 第二天早晨 莎拉又购买了一把手枪 在中午时分 抵达了福特下榻的酒店 等待了一会儿 总统车队就出现了 很快 人们看到了福特总统走下车来 跟大家招手 让我们看一下 这段历史名赏面 在看到总统后 曾经的训练瞬间粗形 在距离福特12米的地方 莎拉果断开枪 但子弹却意外地打空了 莎拉很快调整了弹道 重新瞄准后 他准备开第二枪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他的右臂被猛拉了一下 旁边一名叫做 奥利福西普尔的越战老兵 闹着生命危险 扑向了莎拉 子弹再次打空 击中了路旁的一名 倒霉的出租车司机 可能是上一次 被薅博领的阴影太大 这一次的福特在枪响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蹲下 避免被拖走的可能 而一旁的特工们 也不负重望 在总统蹲下之后 两个特工 按住总统的肩膀 同时发力 走 快把总统塞回车里 在特工的助推下 不怕福特总统 被按着肩膀猛冲 可是在混乱之中 却没有一个人 去把总统坐车的车门打开 等老总统发现的时候 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60多岁的老同志 被特工们按着肩膀 直挺挺脆生生的 用头撞到了车门上 差点没拿场撞死 在用总统当了一次 共生锤后 几个特工赶快把车门打开 架起来已经撞运热的总统 一二三 走你 直接把总统扔在了 汽车后排的空地上 然而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在现场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意识到机会来了 为了表达自己对 总统卡卡的无限忠诚 现身的时候到了 他以野兽的心境 一个飞躺 把自己压在了特工的身上 有我们两个人的掩护 总统阁下应该安全了吧 可怜的美代宗福特 60多岁的老同志 先是被撞得眼冒金星 然后又被满身大汗压得 差点背过气去 上了车后 总统转车 立刻狂飙到了旧金山机场 福特总统 直接上了空军一号 回华盛顿了 到威杰德是怕刺杀 两次刺杀里 枪手毒未伤到总统分号 但是刺杀带来的刺身灾害 实在太可怕了 在打完第二枪后 莎拉立刻被勤 旧金山的警察 抢过了他的手枪 一群特工蜂拥而上 刺杀失败 莎拉被抓后的故事 乏上可沉 由于他没有老约翰那样的爹 家里自然也不会救他 而且即使被抓了 莎拉也没忘了刷存在感 他对检察官说 如果我拿的是熟悉的 点44手枪 那第一枪绝不可能打骗 总统肯定没命 检察官一脸不可思议地表示 好好好 你放心 法庭上我一定会告诉法官这点 由于没有超能力 莎拉想去胜伊丽莎白都不可能 本着从众从快的原则 1976年1月15日 莎拉被判处终身检禁 在加州都布林联邦女子监狱服刑 这场刺杀案改变了很多事情 在莎拉被捕后 她的孩子本就因为家庭不幸 而过得很糟糕 成为罪人后代后 就过得更糟糕了 所以孩子们也很少去探望母亲 1979年莎拉成功越狱 出手翻越了监狱的围墙 出去吃了个麦当劳 然后再溜达了几个小时后 被抓了回去 莎拉自己说 她越狱的动机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因为自己太无聊了 想吃个汉堡安慰一下自己 那位被莎拉的榴弹击中的 出租车司机并无大碍 只受了点轻伤 永仆总统的白根办公庭主任 叫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对 就是后来那位五角大楼的军阀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对于拉姆斯菲尔德 这种战争贩子来说 这可能是他一辈子 少有的救人事迹了 至于福特总统 相比于里根 在遇刺后原谅了约翰·辛克利 福特则始终没有原谅莎拉 2004年接受采访时 他还痛视莎拉是疯了 可见当初给老爷子 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2006年福特总统去世 再关着莎拉也没啥意义了 2007年 77岁的莎拉 在服刑32年后被假释 初遇时 莎拉表示 我很高兴我没有成功 我现在清楚 当时的尝试是错误的 2019年 他因为违反假释规定 而重新被捕 如今他已经93岁 依然活着 不过 那些被莎拉真正伤害到的人 已经看不到这些结局了 在这场荒唐的刺杀案中 受伤害最深的是 救了总统一命的奥利夫·希普尔 在事发之后 希普尔不顾个人危险 去制止莎拉的行为 很快传遍了美国 成为了全国皆知的英雄 可是 在媒体毫无原则的窥视之下 很快 希普尔的同性恋身份 被媒体曝光 引起了轩人大波 在70年代的美国 主流社会的风气 还相当保守 同性恋是绝对被排斥的群体 希普尔只是个普通人 他只想平静地度过一生 在成名之后 他不断地给媒体打电话 请求不要报道自己 但毫无用处 很快 希普尔被美国同性恋团体 推为了代表人物 深处舆论的漩涡之中 在刺杀案之后 福特总统只写了一封 极其简短的感谢信 来感谢希普尔 而希普尔本人 却在苦海中挣扎 他的亲人朋友 纷纷与他断绝关系 母亲孕育而终 而父亲居然不让希普尔 参加葬礼 在遭到所有人的背弃后 希普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极度尝试自杀 最终在1989年 孤独地死在了家里 在死后10天 才被邻居发现 在去世之前 希普尔曾经跟人表示过 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救了总统 如果知道是这个下场 我当时就不会冲过去